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可怕了 这种东西简直是离佛教千里之要 还有这样说的 深佛亚让我赚多少多少钱吧 我拿多少多少钱来给你烧高香 这些要是让佛菩萨提你出气 合伙做生意 烧香本身非常好 祈求长寿健康 无病无灾 这当然是有用的 不过要记住 不要抛下主要的问题 只说次要的问题 我们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烧香的时候 第一个要祈祷的就是 愿一切诸佛菩萨加持于我 让我相续当中无数事来伤害我 令我在种种地狱 恶鬼 畜生等 三恶道 即人 天 阿修罗等六道轮回中 不断流转的因缘 即贪 嗔 痴 慢 疑等 一切烦恼 息皆消散 令我生起大慈大悲 菩提心 布施 直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 波罗蜜多 速速脱离轮回之苦 到达永久安乐的菩提果位吧 愿一切诸佛 菩萨保佑我 加持我 令我在今生得到人生之际 能解救天下一切 有情父母众生 速速重得佛陀果位 如果我今生成不了佛 那就令我往生西方极乐佛国 在阿弥陀佛那里修行佛法吧 证得佛陀果位之后 我即能报答一切众生的恩德 起情令我达到如此殊胜的因缘吧 为承办这个目的 让我今生中修佛法的一切因缘 即善缘 福禄受财 智慧 慈悲 德能等一切 皆顺息皆增长吧 将修这一殊胜法一切为愿 特别是疾病 灾难 痛苦和障碍等等 一切障碍和违愿皆惜消除吧 与我有关的每一个人 令他们消除一切违愿 聚得一切顺缘 包括我的儿女 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亲朋好友等 令他们远离一切疾病 灾难等违愿 迫得一切顺缘 并且令他们心如法 法如正 正如道 速速正得佛陀果位吧 寺庙烧香拜佛时 这五条禁忌一定要切记 第一条除去佛经和上香用的供奉之外 其他东西都不能带 尤其是沾有婚心的食物 大家都知道古时候的和尚有五戒 其中就有一条戒婚心这一条 神坛之中的菩萨和神仙 也一直是戒律轻规 作为他们的信徒 就自然要追随他们的脚步 不能沾昏带游 而寺庙一直是以庄严神圣之称 供人请相还愿之用 因此去寺庙之前 一定要注意这一条 千万不可侵犯 第二条 进入寺庙时 要沿着寺庙两边进入 切不可从中间大摇大摆进入 这样即使对菩萨的不尊重 也是对香客的不得体 按照民间的这个说法来看 一般都是男左女右一丝进入 如果遇到靠门之时 那么便左脚先迈 后脚紧跟 这是进寺庙时要注意的礼节 第三条 要沉静 身心不可动张希望 大声喧哗 口出恶语 寺庙是一个宁静 危言的地方 它能够洗涤人们的心灵 达到一个静心的目的 因此 如果你在这里时刻喧哗 将会破坏这种安静 那么自然神灵 也不可能会保佑你 第四条 一定要注意 不能在大舰上打河浅 和随地吐痰 这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这种做法显示的是 一个人的修养如何 如果实在是素质太低 神灵也不可能 庇佑你这种毫无底线的人 都说心诚则灵 只要虔诚的跪拜和尊规 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如果你的行为都不成了 菩萨又怎能能听到你的心声呢 从而解决你的困难呢 第五条 进了寺庙 有一件事情 必须要做 那就是请香 贡拜神像 请香的时候 一定要左手拿香 右手点燃 切不可拿嘴 去吹弄玩闹它 之后双手拿住 跪下拜佛 最后插入香谈的香 千万不能再拔出 这样的做法 既不尊重神像 也对自身不吉利 此外还有许多行为 在寺庙中不能犯 像对着神像 指指点点 肆意谈论 对待僧人无礼 大声叫唤 这些在寺庙中都不能做 我们进寺庙的目的 无不就是 求平安和解答困惑 所以进去之前 一定要查清楚 寺庙那些规定不能干 不然触犯了神灵 又怎么会让你得尝所愿呢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击订阅